恭喜 由基隆市首创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合作的学习课程 参与的30位高中学子顺利结业 市长谢果良亲自颁发结业证书与纪念外套 学子们开心分享学习心得 因为我们也已经高二是高三了 所以这会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也可以让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 就可以在学习历程里面 我相信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那最后我是很想感谢一下 就是我们善校长有帮我 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参加这个课程 那最后当然也要感谢基隆师傅 有为我们争取到一个可以与国课来大学合作的机会 老师会用提问的方式让我们更了解这个课程 在精进这个排程的能力 而且在跟大家一起同时学习的过程中 记住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同学 所以这个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学习的都蛮多东西 因为教授他每次都教的很详细 而且他每次讲完一个观念之后 他都会讲会有某一个问题 让我们可以去了解就是去思考那个问题 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结束过派生 但是在老师的基金照片下就是学会了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可以 就是有那个学习历程 因为我要去申请中国的学生 他们其实在学习历程的那个分数占比其实挺重的 所以就是感谢有证实宝贝的机会 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务必要把这个机会转换成 很好的量能动能让各位同学都进入到优秀顶尖的国内外大学 我想大家今天能够从UC Berkeley都领到一份这么难得的证书 就证明了你们是最棒的 You're the best 然后你们真的是一群这个佼佼者 这个你们不只是基隆的佼佼者 你们甚至以后会是台湾这些青年学生的佼佼者 所以我对你们未来也充满了期望 未来大家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 我会跟教育处跟在座的这六位校长通力合作 让各位尽量能够按照自己所想所预期的 进到好的大学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跟大家继续保持联络 那只要我能够为大家而做 不管是进入大学或者是其他的事务 我们师傅跟教育处跟 我相信在座这几位温暖的校长 大家都会全力以赴 市长谢国良表示将持续引进优质的教育学习资源 打造基隆教育特色 让更多孩子选择在地高中来就读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